指示生活中最方便創作的工具 在新年期間也是給予祝福的好素材 台北有一家專屬紙的博物館 希望參觀者用紙來為心靈除臼不新 你可以在裡面寫下感恩與祝福 趁著新年給大家新希望 剝開寫著專注 靜心的帷幕 滿部展場的紅色紙田映入眼簾 沿著特意留下象徵甜梗的小徑 緩緩走路 桌椅直筆正等著 需要為心靈除臼不新的人 逃離車水馬龍的喧囂 展場為觀者打造出一個 適合省思放鬆的場域 其實我們的館空間不是很大 我們反而更容易去做一個 非常一致性又極簡 又非常有概念的展覽 在現在這個展覽的展場 你會看到有互動式的燈籠 就是你可以寫完一張一張的籤詩之後 你可以把這樣的祝福綁在這個燈籠上面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一個體驗的過程 其實可以讓每個來訪的人 可以感受到更深化的一種經驗 高掛的大紅燈籠將滿載著各式的感恩與期待 那所以這個燈籠它不是一個展覽第一天跟最後一天都是一模一樣的樣子 其實它在整個展覽的期間都會不斷地演變演化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大家透過大家手一起完成的一個作品 對 而且是聚集了大家所有的祝福 曾被紐約時報選為台北遊客的必有景點之一 在這個專屬紙的博物館 除了可以重新認識紙的歷史 紙的製造 也能透過各種與紙的互動 重新感受與自己相處的時刻